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女儿六岁的时候 丈夫突然患了肺癌 后来就离开了他们 这个突然而来的剧变令姊妹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心里面很恐惧 又彷徨无助 情绪很低落 又不想见人 看到认识的人都想回避 但是他又要照顾三个很幼小的女儿 自己也都心里面很多的忧虑 觉得淡纸很重 日子很难过 到日如年那样 全无平安 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他们的遭遇和这位姊妹有一点的相似 这个家庭是一家四口 他们因着家乡遇到大饥荒 就离开了以色列这个百利行的地方 迁居去到摩押地来居住 后来他两个儿子就娶了当地的爱族女子做太太 成为了一家六口 但是很不幸 这个家里面有三个男丁都相继死亡 他们这个家庭都没有儿女 只剩下年老的一个奶奶 两个年轻的媳妇 但是都是寡妇 这个家庭就是路德记里面记载的 以利米勒和拿鹅米的家庭 在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婆婆拿鹅米 她是一个很开明的奶奶 她劝两个年轻的媳妇 回去梁家 可以去嫁人 可以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南鹅米其中一个媳妇 沃尔巴 在很不舍得她的情况里面哭着 这样就回去她的梁家 但是另一个媳妇老德 就怎么都不舍不得这个年老的婆婆 愿和拿鹅米这个婆婆生死与共 而且更加以婆婆拿鹅米的神为她的神 这两个婆婆 即是拿鹅米和路德 他们就起程返回家乡 因为他们的家乡 那些粮食开始有丰收了 他们回去的时候 正在家乡割大墨的时候 师傅路德就出去田间 收割那些收割工人剩下的墨水 师傅路德就以这样 为两婆式的生计 路德很巧合地出到田间拾墨水 那个田原来就是他们的夫家亲属 一个财主拿鹅米 波瓦斯的田 波瓦斯知道拿鹅米和路德的事 因代路德 让路德在他的田间收取墨水 给他很多照顾 还有叫工人不要来惊吓他 波瓦斯给路德很多的保护 波瓦斯还对路德说了以下这句话 是在路德的二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报上你 你来头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报上 这句话令到路德心里非常温暖 他说我是什么人 竟然得着你这么慈爱的说话 婆婆拿鹅米想到 她要处理她夫家的产业 要熟她夫家的产业 也要为她夫家留后 即是有后代的事 而南鹅米也想起她年轻的媳妇 路德这么年轻 她也要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上个星期 因为Johnny传道说了路德的第三章 在婆婆拿鹅米的指示下 亦都经过路德向波亚斯邀婚的一个晚上 波亚斯就明白路德的动机 知道她不是一些不好的妇人 波亚斯知道她自己对伊利米勒的家 是有些责任的 波亚斯也很欣赏 想言得的路德 对她也有爱意 波亚斯听到路德那晚 对她的请求的时候 波亚斯就完全没有拖延 很快出这样行事 波亚斯所做的一切 波亚斯就让路德体会到 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之下 所得的赏赐是什么 我们以下都一起来看第四章 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经文 在大家的程序表的内页 又或者看营光幕 都是可以一起来读的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读吧 波亚斯说 某某先生请你转回来 坐在这里 他就转回来坐下 波亚斯又请了本城的十个长老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坐下 波亚斯对那志亲说 从摩亚地回来的那额米 现在要卖我们弟兄以利米勒那块地 我想我应该向你说清楚 你可以买那块地 当着在座的众人和我百姓的长老面前 你若要熟那熟就熟吧 倘若你不熟 就告诉我 让我知道 因为除了你以外 没有人可以先熟 在你以后才轮到我 那人说我要熟 波亚斯说 我这样我就不能熟了 免得我对 对我的产业有损 你尽管去熟我所当熟的吧 我不能熟了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确认任何交易 无论是熟买或者是买一方 必须脱鞋给另一方 以色列中都以此为正 那志亲对纳 你自己买吧 于是把鞋脱了下来 波亚斯对长老和所在场的百姓说 你们今日都是正人 凡属以利米勒 以及基连和马伦的 我都拿 我米手中买下来了 我也娶马伦的妻子 摩颜女子路德 好让死人可以在产业上留名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的城门中消失了 你们今日都是正人 在城门坐着的所有百姓和掌路说 我们都是正人 愿耶和华使你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在以法他的亨通 在百里行有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年轻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马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一样 于是波瓦斯取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房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妇女们对难而迷说 耶和华使应当清重的 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熟产业的至亲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振奋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晚年 因为他是爱慕你的媳妇所生的 有这样的媳妇比有七个儿子更好 那我米接过孩子来 好在怀中抚养他 鄰居的妇人给孩子起名 说那我米得了一个孩子了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俄贝德 俄贝德是耶稀的父亲 是大位的祖父 这是法勒斯的后代 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 兰生阿米拿达 阿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生波瓦斯 波瓦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位 好了 我们看完第四章的1至22节 第四章就说到波瓦斯在城门口 等候处理的时机 当他在等候的时候 他就看到那个至近的亲属出现 波瓦斯就以友善的口气 跟他打招呼 请这个至近的亲属一起坐在城门口 当时的城门口就是城市的生活中心 市民会聚集在那里聊天 又或者执行法院的职务 或者穷人都会在那里等候周济 商人也都会在城门口 来达成交易 波瓦斯就请了城里面的十个长老来 替他将要提出来的事务做证人和裁决 这个举动使事件有法律的效用 在摩西五经里面都注明 这些为族里面的弟兄 属地 或者是流明的权益上面 城里面的长老是有特别的仲裁权的 波瓦斯就向这个至近的亲属 提到要卖一块地的事 他对这个至近的亲属就说 就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鹅米 现在要卖我们弟兄以利米粒的那块地 那个至近的亲属 知道如果拿鹅米年轻一点 族人就应当为拿鹅米的夫家留后 但是拿鹅米已经年纪很大 不能再生小孩了 那么那个至近的亲属呢 如果是买了那块地 那块地就属于他的了 而呢 拿鹅米也生不了小孩了 所以呢 熟的那块地也有好处的 这个至近的亲属 他就想以为是这样 于是呢 他就说 好 我帮以利米粒熟这块地 但是呢 其实这一次呢 这个波瓦斯提出的要熟地 还有呢 为以利米粒呢 留后代呢 这件事呢 是指呢 不单只熟地 还要呢 要取呢 不是取拿鹅米 是取路德 因为呢 在四章第五节那里就说 他说 你从拿鹅米和摩押女子路德 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 也当买死人的妻子 使死人在产业上流明 这个当买死人的妻子呢 在另外和合本呢 里面就译作呢 也当取死人的妻 摩押的女子 那所以呢 如果呢 就是 这个至近的亲属 他愿意熟地的时候 都要去尽埋这个义务呢 就是呢 为呢 那个死的人呢 是 流明于后代 后世 于是他就 要呢 就是 让呢 这个 以利米粒的家庭里面呢 有后代来出现 在这个 拿鹅米的案件里面呢 财产继承 和呢 为兄弟留后这两件事 是会有关联的 是不可以分割的 特别呢 因为路德呢 他不能够呢 去 维持自己的生计 那所以呢 如果呢 至近的亲属呢 他呢 愿意熟地的话呢 也都要呢 照顾了路德的 如果娶了路德 生了儿子了 那种土地呢 又要归回呢 呢 以利米粒呢 那种家庭呢 所以呢 这个至近的亲属呢 呢 就想了 他又要 养路德 那个 熟了的地 日后呢 生了小孩 那个地呢 又要归回呢 呢 以利米粒呢 那种家庭 那样不是很吃虧 那样 那种家庭的亲属呢 他就不愿意尽这两项的责任 于是他就表达呢 就说呢 我不想对我的产业呢 有损 就是有损害 有损失 那样 所以他就说我不熟了 波阿斯就基于对路德的爱 和他自己的心甘情愿 和他也有财力 所以他也愿意来为路德 和泰尔利米勒 去到留后代的缘故 波阿斯就愿意倾朗来相助 那个致敬的亲属 他就让出了这个权利 就让作为第二候选人的波阿斯替上 在这件事里面 在帮助尔利米勒 和南娥米的家庭的上面 波阿斯他是完全出自自愿 他这个举动是一个很高度的 毁生 爱心 和自我牺牲 那事情发展下去的时候 在第七节 圣经里面的四章第七节 那里就说 那里就有一个脱鞋的仪式 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文化 一个交易的仪式 代表什么呢 就是脱鞋的一方 代表这个权力我放弃了 我就交给你了 在第七节 第八节那里就是讲这个致敬的亲属 他就放弃这个权了 就脱鞋了 就将这个属地 就是属尔利米勒的地 和威尔利米勒的名留后 这个权就交给波阿斯了 那于是波阿斯呢 就娶了马伦的妻 波阿斯的女子为妻了 在这件事情里面 都要多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呢 帮助弟兄留后呢 不需要去正式娶 这个寡妇为妻的 只要他尽了义务 让路德怀孕 那他的责任就已经完成了 但波阿斯的情况呢 就不同 波阿斯呢 他可能他自己没有小孩 他也是一个单身的年老 年老的单身汉 或者他是一个官夫 他的年纪呢 都比路德大很多的 他呢 有钱 他当时呢 都是一个财主 在路德的第三章 都有提到 路德呢 他呢 没有去找一些年轻的男子 而去呢 依从奶奶那个的指引呢 去到 向这个 波阿斯邀婚 波阿斯觉得呢 很荣幸 现在呢 波阿斯呢 他不仅仅愿意为族兄弟做留后代的义务 还更加呢 取路德呢 为正式的 是一个妇人 哦 透过 波阿斯的牺牲 呃 的 全然的 就是摆上 路德呢 就能够成为神子民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了 波阿斯呢 他用行动呢 来到去表达呢 就是 神对他子民呢 那种的爱故 其实我们呢 都是蒙神 呼召的人 在我们的 得救之后 我们有没有呢 都成为神一个的 流通的管子 让神的恩典呢 不单止是临到我们 还更加临到呢 那些 未认识神的人呢 我看过 最近呢 我都看到 在这个 中信月刊 里面呢 有一个见证 就是说到呢 有一位的 在香港 私人执业的医生 叫陈医生 他在天水围 行医之前呢 是曾经在屯门一间 收费很高的一个 诊所里面 注诊的 在2007年的时候 这一位的陈医生 认识了一位 在天水围 在天水围 服侍的女牧师 有一天呢 这位牧师呢 就对了 这一位的医生 就说了 他说 哎 陈医生 你看一位基督徒的医生 时时都经历 神很多的看顾 天水围呢 被称为呢 悲情成事 有很多呢 被情绪困扰的人 刚巧呢 你都喜欢呢 去帮一些 情绪有问题的人呢 来到看病的 那不如呢 你去天水围呢 开诊所吧 好吗 这样 那陈医生呢 就说了 他说 哎 没可能的 你知道呢 情绪 药的 药费很贵的 如果在天水围开诊所呢 天水围的人未必是支付得到的 这个呢 这个生意呢 真是不划算的 我说 在那个时候呢 天水围呢 就发生了一件 很轰动的案件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有一位的母亲呢 把两个儿子呢 从家里的窗里扔了下街 然后呢 就自己跟着呢 就跳了下去的 在2009年的时候呢 陈医生呢 就因为他 就是 业务的需要呢 他需要自己开诊所了 于是呢 就找地方了 于是就试下在元朗那里呢 元朗天水围呢 去找吧 但是呢 他找到的地方呢 都被人租了 那这位的医生呢 就问上帝了 他说 上帝 到底你想我做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去到那里呢 就是 都条路不通 这样的 于是呢 这位的陈医生呢 就去打电话呢 给这个 曾经叫过他在天水围 开诊所的女牧师 那他跟牧师说 他说牧师 你是上帝的朋友 不如呢 你问一下 神呢 是不是真的要我去天水围的 那后来呢 陈医生和太太呢 就 一提 来到去祈祷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呢 求问上帝 那两个月之后呢 神就 这个医生呢 就向神呢 开了一些条件 他就说了 如果呢 神呢 你真的要我去天水围的话 开一些诊所 去帮助那里 有情绪问题的人 有两件事呢 必须要解决的 第一呢 就是呢 我太太愿意啦 第二呢 就是呢 我要有心理治疗师呀 还有呢 辅导员 来帮我 那结果呢 上帝就一一呢 回应 就是 于是他就 真的在2009年呢 在天水围开业了 在开业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个猪流感 在开业那天呢 你知道 这些 流感爆发呢 当然会多些人去看医生啦 所以呢 他开业那天呢 都都多 比较呢 就是不会说 没有人去看 都有七八个人 坐得满满的 而且有些人还站在那里 那么他开了业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些病人呢 一直呢 都是没有停的 在这个时候 陈医生又问上帝了 他说上帝 哎呀 不行的哦 这些情绪又这么贵 一粒的药丸 都要十几元 一粒 我收费这么低 就是怎么能够维持下去呢 这样 好见这位陈医生呢 他都是 收得比较是廉价的 有一天呢 有一位的药厂的销售员 去到那个去的诊所那里 这个销售员呢 他就是全球十大药厂之一的 一个香港经销商的 副总裁来的 那陈医生呢 就问他 为什么你来 我请所访问我啊 这样 那这个的副总裁呢 他就说呢 在天水围元朗呢 在天水围元朗呢 我都没有 没有人呢 就是买这些这么贵的药的 我呢 见你呢 就是入了这些药 但是呢 我都怕你呢 是拿来呢 买回出去呀 或者是买去深圳那里逃利呀 那样 是没有 我上来看看是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陈医生呢 就答他说 他就说呢 我都不想的 是因为呢 就是我要这样去 用这些情绪药去帮人呢 那么多呢 这些情绪药帮人呢 都不是我想的 是因为呢 就是上帝的呼召 神呢 要我在这里呢 来到去帮这里的人 那于是这个副总裁呢 就这样 就是很感动了 他就说 啊 真是有意思呀 陈医生 我在公司里面呢 都有一定的决策权的 这样呢 如果呢 那位的女牧师呢 能够证明病人是买不起药 我就让你的病人 免费可以拿这些药 啊 这样呢 同时呢 香港呢 就有第一 有呢 就是药厂是直接去赞助 这些情绪病人的药物了 谁知道 就是接着 来到那一年呢 又有好几家的药厂呢 就提出同样的赞助 那陈医生 回顾在这段时间的服事 他就想起 主耶稣 他人生 里面所行的事迹 经文里面 在马特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就说 耶稣走遍各城乡 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陈医生他就看到 原来耶稣呢 他是走遍各城乡 耶稣呢 都会去到那些 明不经传的 窮乡碧阳里面呢 来到去探访 陈医生呢 他看到耶稣的榜样呢 他就跟着耶稣去做 在天水围的里面 继续来到去服事 陈医生就是这样呢 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了 弟兄姊妹 在你所处的崗位里面 你可以怎样成为神的器皿呢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经文 在路德记呢 四章十一十二节那里呢 讲到 这个 邦阿斯呢 他为 南娥米的夫家 和以利米勒 属回呢 那个产业 和为很愿意取路德 这件事情呢 落实了之后呢 在第十一节呢 那里就讲到 众文呢 他不单止呢 和长老来一起做见证 他还更加呢 来祝福呢 波阿斯的家庭 他祝福什么呢 祝福呢 祝福呢 这个 路德呢 就愿呢 他呢 在神的家里面呢 多生 多子 多孙 他们祝福呢 这个 这个 波阿斯呢 通过这个 的婚姻呢 他的儿女能够 飞煌腾达 能够呢 能够成功 不单止呢 威尔利米勒呢 能够传宗接代 也都透过呢 和路德的婚姻呢 可以呢 波阿斯建立自己 自己的家庭 还有呢 这些文呢 也都是呢 祷告呢 愿波阿斯呢 就好像 他的祖 法律师 这样 多子多孙 而且成为 名门望族 波阿斯呢 原先呢 是没有 小孩的 在这个祷告里面呢 就说呢 冤耶和华 从者少年 女子赐你后裔 即是说呢 这些后裔呢 不单止成为 以利米勒的后裔 也都成为 波阿斯的 后代 路德记 这个故事 讲到这里 最后这个 结局 是怎样的呢 在四章呢 十三条 第十七节 那里就讲到 就说呢 啊 于是呢 波阿斯呢 就娶了路德为妻了 与他同房了 而又说呢 就使路德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记不记得 南娥米 她离开摩雅的时候 是怎样的 是没有 丈夫 是不是 没有儿子 百利恒的妇人 看见南娥米的忧伤 南娥米还说 南娥米的名字 本来叫甜的嘛 是不是 南娥米她说 你不要叫我甜了 你叫我苦了 这样说 是不是 南娥米香 她的家乡的香里 吐苦水 但现在呢 那些家乡的人 跟南娥米一起 喜乐了 一起很开心了 家乡的人 他说 耶和华是应当清重的 因为他今天 没有使你断绝 可以熟产业的至亲 而生孩子的母亲 路德是南娥米 你所爱慕的息父所生的 而这个BB小朋友 是会振奋你的精神 奉养你南娥米的晚年 这个孩子 俄秘德 就是按族兄弟 流名的 马连 马伦的儿子 都是以利米勒的继承人 透过这个俄秘德 以利米勒的家族就不会消失了 而且继续传流到下去 透过俄秘德 神的计划就得以继续下去了 路德和罗亚米 因为这个俄秘德 就有未来的希望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 神为整个人类的历史所定的计划 也因着俄秘德的出生 继续得到完成 俄秘德这个名字 就是伯仁的意思 他是耶和罗亚神的伯仁 到这一章 路德的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 在第十八至到二十二节 就附加了一连串的名字 这个短短的一节的家谱 这个家谱有它的意思 有它的历史性的意义在里面 在第十八节那里说 这是法律师的后代 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说到 哪一个的后代是记在下面 这些都是有历史的意味 法律师是从尤大 雅各的子 尤大和他马士所生的双胞胎之一 经过了几代之后 就传到波亚斯 然后就是俄秘德 俄秘德生下来 就是俄秘德就生耶西 耶西就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国王 大卫的父亲 路德本身她是摩亚的女子 原本她是不能进耶和华的会 现在路德她不单止被接纳 亦都蒙神来祝福 好像以色列的雅各的太太 拉杰和尼亚的一样 成为神选民生育 能够去为神的选民生育下一代 因为路德她的信心 神的祝福就临到她了 路德她之前和马伦结婚了十年 都没有下一代 波亚斯她虽然年纪大 和路德结婚之后 路德就马上怀孕了 下生到小孩 为什么呢 在圣经的里面说 耶和华是 耶和华使他怀孕的 在路德记四章第七节 那些在南娥米旁边的 一些轮舍的妇人就说 南娥米你得到孩子了 在之前 南娥米她是没有丈夫没有儿子的 南娥米终于得到后裔了 而且可以在丈夫的产业上面留名了 这个是全能的神 藉着爱邦的女子路德的信心 和波亚斯的爱心 而救赎了南娥米和以利米勒的一家 从伟大的先祖阿伯拉罕开始 直到主耶稣降世为人 在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升天 和基督教会的建立 神他和他的子民的约是一路没有停止的 一路保持下去的 而路德记第四章这个短短的家谱就提醒我们 由阿伯拉罕一路到主耶稣基督 中间呢 很多的咸哲点 其中一个就是以利米勒和拿尔米 是异负路德与波亚斯所生的儿子阿伯德 路德他是伟大国王大为的先祖 在神和人的面前 路德他以敬拳、尊心一致、端壮和纯极的心 那你路过政治的生活 这位外邦的女子 虽然是来自仇恨以色列人的摩颜这一族 但因为她对以色列的忠诚的爱 和她对神全心的信赖 路德竟然可以成为大位的先祖 神呼召路德 神都会呼召我们 但愿我们都好像路德一样 来到去回应神的慈爱的呼召 愿意我们都用一种 心甘情愿的爱 来到去顺服神 享受神似旁任下的地位 所得到神的看顾和保护 在开始的时候 我提到我团契里面有一位的 那位的姐妹 她丈夫离世的时候 她还未信主 她当时每天都是念佛经 或者拜菩萨 来求平安 但都得不到平安 姐妹她经历神很多个爱 在她身边遇见很多基督徒 好像云彩那样围绕着她 譬如在她 女儿还很年轻的时候 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 帮她看病不收她的钱 可能知道她家庭的困苦 一直帮她整个家庭看病 看了整二十多年 都不收钱 这位姐妹她的女儿 后来她学琴又遇到基督徒的老师 收她收得很便宜 使她能够负担得起 后来这位姐妹 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 接触到她的大女儿 幼稚园的家长 那个家长是回教会的 于是带了她回教会 认识了耶稣 这位姐妹就信了耶稣 信了耶稣之后 每一天她都学习神的话语 神就将她的生命改变 赐给她有盼望 还有喜乐 有平安 她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有一天 这位姐妹的邻居 观察了这位姐妹很久 忍不住就对她说 她说 啊 阿妻 我觉得你最近 转变了很多 你以前 那个样子很潮水的 经常都愁眉苦念 好像一朵快丢借的花 她说 但现在呢 我见你不同了 好像一朵开得很灿烂的花 为什么你会笑得这么开心 这位姐妹她就说 是啊 因为我信了耶稣 很开心 主耶稣说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就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这位姐妹 因为她信靠了耶稣 将一切的忧虑交给神 也都在耶稣里面 得着盼望 所以到现在 她都很开心 她都一直呢 继续来到传福音 神给这位姐妹的看顾呢 就好像 神刺旁的任备 的保护的一样 我们的神是一位 很信实的神 是一位呢 靠得住的神 我们都看到伊利米勒 和拿外米一家的悲惨遭遇 莫雅的女子路德 她忠诚地跟随 这个磁场的婆婆拿外米 离开她遥远的异乡 跟随拿外米 去到巴黎行 她在那里 以汁墨水为生 路德遇到一位 充满爱心的近亲 波瓦斯 还有呢 晚上在和场那里 和波瓦斯的聊天 波瓦斯 他是一位愿意付出 爱心 是超出律法要求的 一位的大财主 来帮助这个家庭 神在平凡人的生活里面 就彰显神的同在 几位神 在士师时代 这个士师时代 是一个各人都任意而行的一个世代 拿外米 路德和波瓦斯的事迹 就是在这个各人任意而行的士师时代出现 可以说呢 是俗世的清传 拿外米 路德和波瓦斯的事迹 可以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专心去信靠神 本着神 对我们的心意来到去行 神的作为会彰显 神是会报上那些投靠他的人 波瓦斯形容路德 信靠耶和华 就好像投靠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耶和华的翅膀 是圣经里面所用的一种修持的方式 是用动物的特征 具体去表达神的属性 是一种叫神格异物化的一种修持方式 圣经时时都用神的翅膀 去形容神的保护和看顾 世界上的飞鸟 就以他们的翅膀来保护 他们所爱护的幼鳥 圣经就用这种生物的特性 去表达神对人的保护 大家看一看 圣经目 没有鸡照顾着鸡仔 它的翅膀就是这样 来保护着它幼小的小鸡 在翅膀底下的鸟 初鸟有什么感觉呢 有得任备 有温暖 有保护 有安稳 更加呢 在天鹅 妈妈的翅膀底下的小天鹅 是怎么样 是很安乐的 很轻松 很快乐的 路德 就是这样投靠在神翅膀的任下 你愿不愿意这样 来投靠这位信实的神呢 无论你在什么艰难的里面 这位神 怎么去帮助路德 帮助难额迷的家庭 神都是会这样帮助你 你愿不愿意 好像波瓦斯 这样成为神诗恩的器皿呢 神借着你 去表达 祂的保护 祂的诗恩呢 我们一起来祈祷 神爱的天父上帝 你实在是 那位很乐意 来到去应备 我们的神 我们活在这个地上 不是无依无靠的 纵然 周围 很多事情发生 好像鱼狼似虎 或者是 洪水猛兽 这样临到我们 但是 其实 只要我们 来到去投靠你 我们会看到 神的恩典 处处都包围着我们 父神 多谢你 借着路德 路德记 里面的事迹 在这个事 时代 彰显着 神你慈爱的光辉 神啊 但愿我们都 好像路德的一样 诚心地投靠在你 翅膀的任下 愿意你的任备 你的温暖 你的保护 就临到我们众人 神啊 又愿你 都来到去 给我们 享受你 给我们各样的 恩典的时候 我们都 愿意来到去 将你的恩典 来到去 撕出 好像邦华斯 那样 在我们 刚位的里面 在我们所处 的能力 地位的里面 来到去 彰显神 你的慈爱 在 不温暖 充满 争斗 或者是 仇视 的社会的里面 我们是 可以来发放 这些的温情 主是愿你 来到去 带领我们 我们来到 献上以上的 祈祷 愿你 谁听 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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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使用我们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献上 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